因应农历春节到来,新北市政府启动为期15天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。 市长侯友宜亲自前往警察局、消防局以及名利组织单位等进行慰问,并且致赠加财金。 感谢他们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,守护市民安全。 农历春节到来,新北市政府启动为期15天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。 市长侯友宜前往警察局、板桥分局、新北市宪兵队及消防局第一大队海山消防分队等单位, 慰问春节期间执勤的警消同仁与名利组织,并且发放加财金及制赠慰问品, 感谢警消宪兵及志工还有名利伙伴的无私奉献,守护市民平安过好年。 长达半个月,那这个半个月真的要谢谢我们分局以及所有志工、巡守队还有我们的宪兵单位的辛苦。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,春节期间将会加强清洁安居、打炸弃毒以及预防窃案, 同时针对各大风景区、火车、高铁、捷运、公车、车站及卖场周边加强交通疏导, 勤勉全体执勤同仁与名利单位全心全力服务市民, 让市民在优质的治安、交通环境中宽度农历春节。 记者杨邦友、赵方琪、新北市采访报道。 谢谢。